陆锋选择动手 除了有李洪泽的一定暗示外 更多的是他自己心态被搞炸了 事件的前半场 陆锋借着长青公司的资源 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 但后半场却处处莫名其妙地被动 手下的马仔花衬衫被抓了 原本唾手可得的渣男区买卖也黄了 管理会的郑福安对他充满埋怨 李星更是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骂过他 并且陆锋自己的耳朵也被摘了 至于钱上的损失 那更是一言难尽 要知道 陆锋可不是穿着西装的大老板啊 他是长青公司的头马 是地地道道的江湖中人 而这种人最在乎啥 脸面啊 长青公司一顿操作猛如虎 可不但没有达到目的 反而还要给这四家陆锋 根本瞧不上的公司赔偿60万 这谁能受得了 以后的买卖要这么干下去 那行业内谁还能害怕你长青公司 谁还能给你陆锋面子 跑江湖的没了面子 那钱还怎么挣 所以陆锋是真急眼了 把这几个人砍了 无非是让马仔进去蹲监狱的后果而已 而这个代价他给得起 不服是吗 那干就完了呗 苏天狱拿着落地台灯 打向陆锋的那一刻开始 就意味着一场血腥的斗殴 已无法避免 门口处 二十多名拿着砍刀 钢管等凶器的长青马仔 一股脑地冲了进来 见人就砍 室内数十号人 瞬间混站在了一块 苏天北与自己的弟弟苏天斩 各自从怀里拽出了一把菜刀 迎着门口人最多的地方 就冲了过去 别打了 别打了 刘老二歇斯底里地吼着 但却根本没人搭理他 随即他一看对方的人 也冲自己跑来时 动作相当敏捷地 钻进了包厢卫生间内 把门反锁后 用肩膀顶死 不敢再吭声 白红伯一看 屋内场面太过激烈 心里多少有点犯了耸病 他张着大嘴 跑到卫生间门口 不停地拍门喊着 游叔 游叔 把门给我打开 游老二没有吭声 游叔 让我进去 有人过来了 游叔你开门啊 游叔我 CNM 你咋嫩损 白红伯气的口颜混杂 连续踹门竖脚 后者都没有给他开 出斥 白红伯正在门口呼喊之时 后面上来一人 一刀就砍在了他的后背 大白老伤未遇 又添心伤 当场被打倒在地 就在这时 白红伯带来的亲弟弟 在身中两刀的情况下 拿着自己带来的尼泊尔军刀 硬生生抡跑了 围着自己哥哥打的几名马仔 随即伸出带血的手掌 将他拽了起来 都挤把一人一条命 踏踏个球 把斗多大岁数了 让这帮狗东西给弄进去了 他妈的 干死他们 白红伯听到这话 也瞬间被点燃了 滚着肥胖的身体窜起身 拿起周边的椅子 就与对方混站在了一块 双眼通红 整个人跟被捅了定颜子的 熊猫似的吼道 我跟你们拼了 苏天北侧面 孔正辉和他的兄弟 也冲了过来 这哥俩也不是善茶 虽然平时话少 但干起仗来 绝对不含糊 他们的父亲 也都六十岁左右了 活生生地被人下套 扔进了监狱 那不知道 要在里面遭多少罪啊 薪酬就恨 就在此刻清算 苏天北 苏天展 以及孔正辉哥俩 这四个人在门口处 与十几个人乱砍 他们后背靠着墙 根本无处闪躲 你不还手 那肯定要被堕倒 长青公司的人也不含糊 三四个人被砍退后 外围的人立马补进来 一边叫骂 一边枉死 挥动着手里的凶器 客厅中央位置 一声不吭 宛若哑巴似的的苏天玉 已经和陆峰撕打在了一块 陆峰脑袋上 被苏天玉的台灯 砸了两下后 已经飙血 但二人近距离缠在一块后 狭长的台灯就没用了 只能拳拳倒入的肉搏 这俩人在死掐的时候 都没有喊骂的习惯 全都是咬着牙 抿着嘴 眼神直愣愣地盯着对方 想尽一切办法 往其要害上干 刚开始 陆峰根本没瞧得上苏天玉 他觉得对方就是个小孩 而且体格看着也不壮 但真打起来后 陆峰却发现自己 很难给对方干服 陆峰是练过的 不然也不会有渣男第一刀的外号 他的反应速度 身体协调程度 以及下手很辣程度 那都是比普通人强很多的 虽然不至于像武打骗那么夸张 一个打上百个 但论单挑生干 一般人绝对扛不住他两拳 客厅内 陆峰扯着苏天玉的脖领子 侧部使劲向后一拉 想要凭借惯例 把苏天玉弄倒下 但后者却双手死死拽着他的胳膊 身体在地上画了半圈后 猛然起身 提膝直接撞向陆峰的小腹 砰 陆峰腾的眼珠子都凸了起来 双手掰着苏天玉的胳膊 脚下失去平衡 与其一块倒在了沙发上 楼下的街道上 一名警员拿着电话 拨通了王道林的号码 辅满楼好像干起来了 我们上不上去 怎么干起来了呢 王道林有点猛 不知道 警员摇头 上去了你能怎么办 抓谁啊 王道林想了一下回到 不用管 李洪泽也不是二逼 他心里有数的 知道了 警员应了一声 道路对面 另外一阵营的警员 也给李星打了个电话 屋里搞起来了 王道林的人上去了吗 李星问 没有 还在对面呢 那不用管 他们爱怎么折腾 怎么折腾 李星有些不满地骂道 不过要闹出人命 老子连路风一块抓了 说完 李星挂断电话 室内的四海包厢里 苏天北趴在地上 胸前 胳膊上 腿上全是刀伤和钢管的划伤 整个人就跟个血葫芦一样 看着非常吓人 扑尼亚姆 滥仔 你服不服 跪下喊一声 爷爷 我让你拿钱走 一名同样脑袋标写的壮汉 拿刀指着苏天北吼了一嗓子 苏天斩弯腰硬拽了两下苏天北 后者咬牙站起来 后背靠在墙上 我扶你马臂 今天要么你给我弄死 要么老子肯定自己拿钱走出去 壮汉看着已经快没人样的苏家两兄弟 以及孔家两兄弟 咬了咬牙吼道 干就给我剁他嘴 呼啦啦 众人再次异用而上 咬牙吼道